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脱 比如说成为解脱 或者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清净污染 那真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变成了 是我们心圆满 心变成了清净污染 圆满 六根不分别 那这个世界就清净污染了 但这个世界中心还是那样 但你不受影响 不然很辛苦 如果拿你明显的标准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你会很辛苦 脱熟的 无缘的 专注的 唯一的 等等 拿这些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三星二一 看周深的国情怀 它就是个伴 那种喜气欲望 你会受伤的 你触不来 尤其在情感这些地方 你会不会走不下去 今天周深也不坏 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所有的周深都不坏 他就是失控状态 大家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他不是说 他也想定桌 这样子多清净 他就乱想 三星二一乱想 控制不了 没定定了 朝思暮暇 然后呢 三星二一 然后呢 着相 情绪 自我 有错东西 今天 今天我啊 觉得你很好 明天你骂我一句 你马上在我眼前就是个坏人 一句话你就变坏了 是吧 伤害了 因为他伤害我们了 我们马上觉得这个人不行 马上就否定了他 爱的时候17年不爱的时候 马上也能否定 其实他真有那么好那么坏嘛 一开始你自己折腾嘛 他也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 他就是他自己没有 他就他自己的生命鬼就在活 只是我们没有忠证过他 其实我们看每个人说好也八坏 其实你就没站在你底下都忠证他 他的生命鬼就人家就是这样的 人家一直在这样活 你只是想改变他一下 他没按照你的做 然后就他就觉得他富了 是不是 然后你说他前面这样说 后面他又这样做了 那他就是富了我 他有承诺或者 但是他的承诺也是 他生命鬼就一部分 他就是这样子走的 他不可能这样子走 如果这样子走 那是你不是他 看着一个人 不管你喜欢恨 或者是什么 看着他 他这样子走 看着他一生就那样走下去 每个人都生生 偶偶越越快乐 烦恼 没有一个人 他只要在这个波斗里 他就有烦恼 他有他的烦 不要按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一个人 不要按我们的标准去看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要断完善自己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也按照自己的规律在做 我觉得对其他人还好些 但是对父母 他就很难 父母在要求你吗 他在要求 你要求他还是他要求 你要求他 你要求他 像别人家的父母 他应该说 父母应该对女儿是什么样的 你要求他这样 他也要求女儿就应该怎么样 他对女儿的认知 你要对父母的认知 还有终身凑在一起 有的是善缘 有的是逆缘 尤其儿女儿妻 这些 亲戚友情也都有善缘的逆缘 如果是逆缘凑在一起的话 反正怎么也不对了 纠缠不清 然后呢 但是恩恩怨怨 就这样伤害就会不可避免 有些伤害会险 那个时候 就必须有一个人 坚定地走出来 解脱出来 那些 那些约了不完的 嗯 我这下一次喊得了 冲播 下一次碰到 这一次 两个人恩恩怨怨纠缘 不管是任何模式 如果是没了完 下一次 如果一旦遇到 又开始恩怨怨怨 还是那样 每一世都是 如果能碰到了 就那样 看不到就算 就是随切随的 不要在意这些的 一直解脱出来 身边的每一个人 看着就行 看着 你的亲人也罢 父母也罢 孩子也罢 什么也罢 不要下定论 所以应该怎么样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碰到的就是这样 有的越前 有的越深 有的会为你着想 有的就不会 就是有的父母也只想着自己 他不会为你着想 没关系的 父母也有父母的难处 嗯 父母也是个人 他有血有肉 有个情感 如果有人不为你着想 为什么你不能为他想 你不能为了他的快乐而快乐 有时候我们要求父母这样 就是我们也很自私 有时候我倒不是说 那个人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 说看人家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 看我家那个父母 会比较的 或者是在头脑里别 就认为父母应该是怎么样 但是你如果 色色土地站在朋友的角度 你敲出来你不要做他的女儿 站在众生的角度看 你会发现 哇我的父母怎么走得这么艰难 这一生 他是不是有什么业力没消完 或者是怕有些女儿站在哪 或者是我的父母 这一辈子 反正我敲出来 我看我的父母说 我会说 妈妈你看从我记忆之后 他就一直在病 从我刚开始 董事记忆里边 我就觉得我们家那个 楼上放着个药罐子 就是我记忆里边 回到最深的记忆里边 就那个药 就那个药罐子 就永远在那火上 动着一个中药罐子 就是一直在病 也不知道他啥病 反正一直吃到现在 每次好也一直在吃 中药西药不断 一直吃了一辈子 真的 你到走到今天 你又 你跳出来 你不是以女儿的角度去看 你也得很大点 就是觉得 真的很辛苦 为什么我的妈妈会这么辛苦呢 她一生就这样 她对你能付出什么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不重要 她生了你 我是她女儿 就这是缘分嘛 她也养了你是吧 我能回报什么回报 回报不了的我也 你也可以帮她治病 或者 但是治不好 也没办法 是吧 不是说 就算同样的病 有的人可以好 有的人就是好的 那可能有些人业力 这样 很多原因 你就是保不住 你可以帮到无数人 你就是保不住 是不是 然后 那有什么呢 看着她也是重生医院 你就会觉得 挺辛苦的 是吧 父母 爸爸也是 就这样 他老了年龄大了 得病了 或者是 你就觉得 你休息什么也帮不到 或者是 要求也不要求 他对你好不好 我觉得 没有什么 根本不需要 有时候也 有症状 或者是 或者什么 就是 走到这些 我们作为一个休息人 假如你现在也 把自己算在休息人里的话 就 父母也罢 子女也罢 孩子 或者是什么 都是重生了 都已经放在重生 平等的放在重生 我们会遇到不同的缘 我们的父母 可以是任何样子 我们的子女也可能 这个世界最坏的样子 他们可能也有 最好的样子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 最坏的父母 都没关系 如果我们碰到了 好吧 他作为休息人的工具 修行人的转化 修行人 一个修道理对这个世界 不再要求 不修道理对 不再要求了 你不爱我 你不关心我 我爱你 我关心你 永远不去毁谤 没关系 这个世界 他 他骂你 忍了 他说你 不理解 永远只是 往这边想 永远扯了一边 永远不说 凭什么 为什么 永远不问这句话 这就是修行 如果你放在修行人 因为你要成功 你要问我 没有什么 深深事实的缘 保住 深深事实 我们也做过一切事 我们只是忘记了 我们也被伤害过 也伤害过别人 就这样 所以 没什么 所以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深深事实 这些信息的人 我们就是个信息堆 当你看到外在的伤害的时候 其实你内在 你为什么 这个人对你 可能就是一句话 一个野生 可能就一件事 你的内心深深的受伤害 你为什么会受伤害 是你 是你的 就是那种 你的这个信息能量堆里边 信息堆里边 有对伤害的定义 你已经那些信息里边有过 你体验过 这就叫伤害 然后把它定义了 然后肯定有一些事情叫伤害 你贴过那种角色 或者是 你比如说你以前 你我们吃猪肉啊吃羊肉 你真的杀那只猪的时候 那个猪 那种 难受啊 看着天 天都是灰的 那个猪 就是那个快死的那个猪 看天都是灰的 而且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污名道内 有的猪是不知道他要死的 他只是发生了一些事 让我这么痛苦 就是那种 不知道什么事 为什么让我这么痛苦 然后他看着天 我们曾经也给过很多的众生 带过这种伤害 我们不知道 当我们有一天 这么痛苦的时候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莫名其妙 我为什么这么苦业力 因为生生世世 你也给别人带过痛苦 别人也给你带过痛苦 因为我们也可能 转到主导被杀过 我们也杀过别人 别人也杀过 生生世世 就这么循环 只要你在脓回里就这样 做有些学就是解脱出来 让自己先站出来 先从这个众生 这种恩恩悦悦 这种汪洋里面 海洋里面 这种互联网里面 先把自己捞出来 先站到岸上 然后去救度他 已经不在乎为什么 不在乎凭什么 不在乎他为什么 不想合乎我一下 他为什么不想关心我一下 是吧 他是父母长辈 为什么不想对我好一点 为什么他会想怎么样 我们修行不过这些 没什么因缘 就算有的父母对子女很好 那也是很 其实他有时候对别人很差 他只对自己的孩子好 对别人很刻薄 有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不好 但对别人还蛮好的 我觉得 所以你不能说是父母对你不好 就是他有时候是缘 缘且 缘且 他就觉得 他一转身就能把你忘掉 缘且嘛 缘不够 很多修行人的缘 在这个世界缘比较淡 他就有的甚至是靠执着 实施的执着来维持这种 这种情爱 或者你看他内心冷冷的 要缘且嘛 你的家人让你伤心了 那么爱他们 他们让我伤心 你那么爱他们 才伤你心 你不爱还不伤呢 爱就要要求 这是自我的东西 爱就想理解 爱要求 爱想理解 爱求回报 爱爱就是这样 做生其实不需要你爱 因为需要我们爱 但不是说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们 是大家都有病了 手机到上都有问题 大家太渴望爱了 每个人都渴望 但是到最后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爱 太渴望了 因为寻找不到 因为寻找以为无私 就是说 哎呀你不断地合护我 管住我啊 从头到头到头到头 脑子里念着我就是爱 那我真的不是 或者对我 我吹喜水 我要啥你给啥 我想怎么样你怎么样 或者念念看着我 对我 人就是认为这就是爱 那就那其实不是 那如果这个人 被你这样做的话 这个人其实等于做了介意 你用你的爱控绑了他 可以这样 你用你的爱在绑架他 就这样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要求别人爱我们 或者甚至谈恋爱都是这样 你在绑架他 他一定会挣脱绳子跑掉 他不是因为你了 他是实在受不了 没有一个人就是 就是爱着这个世界 不管他叫什么 你不管怎么定义这个爱 反正你要知道你爱着这个世界 你是爱的 你爱每一个就是甚至一粒未成 所以才有那么强烈的去重生 你爱这个世界 你如果不爱你不会受伤 甚至你看到灰暗都是因为你爱这个世界 才能有那么多的感触 你爱过你就受伤了 不敢放出来 不敢打开自己的心 让自己阳光向那种光明射出来 你怕受伤害 所以爱着 然后就是爱着 没关系承认你爱着 然后淡淡地看着 很淡地看着这个世界 爱着不求理解 不求回报 然后淡淡地看着 然后好好做你自己 看着每个人有的病得重有的病得轻 然后你觉得人家愿意听你说一句 说你帮一句 说你帮我提头水 你帮他提头水 人家说你帮我吃碗粥 你帮他吃碗粥 人家不要你帮你就离远点 其实很多人愿意帮助别人的 只是自己都搞不定自己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活的 自己搞不定自己了 我发现很多人 如果一旦这个人内心深处 你发现他很烦 而且不愿意帮助任何人 很烦 其实这个人是自己搞不定 除了有些人实在是太有点差劲 嫉妒的知识或者什么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就是他内在的有些情绪 他自己自己搞不定了 自己就想不出了自己的觉受 情绪有些很烦躁 就是有些东西 就是你给他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变 尤其休闲人 在身边慢慢休息的人 户晓的师兄们 给一点时间他会变 每个休息他需要一段时间 有的休息在每个时间段很糟糕 就甚至你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会当他们成佛 再过一段就可以了 包括对自己慢慢就好了 就坚持休息 你会快乐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 必不是你度了多大 是因为你会理解 你会理解他为什么会 你会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妈妈 这样的爸爸 你会理解这些 一旦理解了你就慈悲了 你会知道有些人他们有多苦 我们医生走得也很辛苦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说的 就是像以前人说的 我觉得人其实都差很多 只是说生活有没有给他有意义 但是你遇到自己身上还是很难说 是 我们是善良的 我觉得你很善良 但是很多人 为什么你会觉得善良的人 有意义受伤害其实不是的 其实那种很邪恶的人 或者是有些 弹性欺瞒也很重的人 或者嫉妒也很重的人 他们伤得比善良的人比重 你知道 他们都哭都哭不出来 他马上就变态 已经马上就不行了 真的 你可以发现他是那种的 然后善良的人只是说 哎呀我受伤了 还能说出来还能哭出来 但是你看有些 我见过有一些 内心生畜就是 他的伤害也更重的 他们他们不哭的 他们偏偏加的更 更 更鲜 就是他被别人更差 还把那种怨气 发泄在别人身上 其实他已经 他说都 他都不用说了 他完全就变了 变态 变成另一个人 就像 就像恶魔那种 其实那种已经伤到骨头了 就伤到里边了 就是伤到他的 他已经 对这个世界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吵着了 你知道都叫内傻 能哭出来叫外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真是伤了心了 就哭啊 还能 还知道伤心了 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伤了 他都不觉 他心都黑 变了 就就那种 他他不知道 病态 对这个世界 我觉得 我觉得作为一个角度 对这个世界 包括对自己 更多的时候要静静地看 不要下定路 也不要去 去要怎么样 包括对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自己情绪里边 很多 乱七八糟的想法 有时候 纯粹就是幻念的 或者是很多 角色也不开心 天也是灰的 不是来的了 雾露是从心里边 伸出来的 哇一大堆 糟糕透了 又觉得 哎呀 怎么我自己会这样呢 真的是找不到一点 觉得自己优秀的地方 很失落 很倒霉 而且 身边也没有开心的事 好像这个世界 就是末日到了 那种 很烦 但其实这时候 你了知这 了了分明 这一切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的定义 是很 还蛮清静的 就是知道自己 处在这种状态 很恶劣的状态 没问题 看着它 最最差也不过 就是满天无忧 或者是满天 全是黑团 黑雾啊 那个时候 你会看到 这个宇宙就是这样 就是 然后呢 当你 当你的 就是你感觉 就是 无颜瘴气 一切就很 有时候人会 当看到自己 这种状态的时候 会不自信 会低落 甚至会 憎恨自己 说自己怎么会这样 其实这是 生生世世 有些业恋 或者乐器 内心深处 有些人 比如有抱怨的东西 有乐器啊 有憎恨啊 有压抑的东西 或者是 想 深刻的渴望 自己是 圣洁的不染 就是很多修行 很渴望自己 圣洁完美不染 这样他 覆灭的那个 就更强烈 因为圣洁完美 是守备的时候 假如是圣洁的 那这边一定有邪恶 因为这边越强烈 这边越强烈 就要这边的光明 越强烈 这边黑暗 对比的也越强 因为他还在 二元对立的角度 三位角度活 那个时候 他这边出来的状态 更差 他越渴求越差 越渴求越差 这个时候 他如果 他渴求这边 但出的 确实 手心这边的话 他会完全崩溃的 就是他会称呼自己 觉得 哎呀活着干什么 死了 算了 怎么自己变成这样子了 本来想做个 圣女 其实就是那个 脱俗的 不是圣洁的 就是脱俗的 然后超板脱俗的人 但现在就变成 恶魔一律的 那种 因为很多幻念头 他会感觉出来 从心里深处 其实这个时候 不需要动 因为有这边 一定有这边 你只需要坐在这 不要动 淡淡地看着 看着自己 看着这个世界 就是灰暗的 也看着 就这么看着 虽然很难受 但就这么坚持 有的坚持 几个月才能出来 有时候就这么坚持 淡淡地看着 就有时候 因为挣扎的时候 是最消耗力量的 是没有力量 你无法解脱的 不用挣扎 甚至你觉得 连活的力气 就有一口气了 没关系 有那一口气 你绝对可以了 就那一口气 然后看着 看着这种黑暗 和糟糕 透地的东西 这边一定是 遥光明明的 只是在背面 你没看到 好 看着这个黑暗 就是背对太阳的 这个地方 好 就这么淡淡地看着 因为你也没力气挣扎 然后 因为人在最低落的时候 其实欲求也很弱 会无欲无求 因为活都不想活了 还有个啥欲求呢 就欲求会很弱 这恰恰是 修道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不要懂 看着它 一定会憋过 但是其实你不要求 憋过来 你不要在脑子里 怎么还不憋 怎么还不憋 你不要求 你就这么看着 看一看 突然有一天 太阳就出来 它不是憋过来 是你会发现 太阳出来了 天亮 突然那个东西就没有了 那种灰爱啊 越恨啊 抱怨啊 压抑啊 那些糟糕的东西 让你不喜欢的东西 突然就在里面前 全部消失 真的 你会突然发现 你身边 以前全是小人 现在怎么全变九子了呢 其实不是说 他们变了 是你的眼光完全变了 以前他说话很接客这个人 他说你看你 你看你怎么样 他一听这个话 你就很刺耳 马上就跟他 周围小队 心就拧起来 现在他说 你看你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马上说 对啊 你说的很对啊 我就是那样的 那个人会大取经的 然后马上就说 其实你也不是那样的 他马上就会解释的 是吧 就是这样 真的你会 马上就变成这样 就是你跟很接客的人 在一起你都突然发现 因为你认可他的观点的时候 突然 因为接客的人 他就是说话很敲气 骨头里能敲刺的那种 鸡蛋里敲刺的那种 你让他敲刺 你就是有个刺啊 鸡蛋里面真的有个刺啊 你为什么不能认可他 他也就看见了 鸡蛋就是有刺嘛 是吧 你认可他说 那这是不一样的蛋啊 那鸡蛋就是有刺的 他会诧异的 知道吧 一个鸡蛋里都有刺的人 连他都不相信 他自己也觉得会过分 你依靠他的角度 你就跟他站在一个 然后你会发现 接客的人也很好相处 你就不觉得难 小人就变成九子 你会发现 哦 这种人还是 他有一些东西 就比较很接客说话 很接客的人 他有什么说什么 反而就 就说出来了 他都被椰子藏着的 只是说话实在太难听 就是让你受不了 也有九子的一点 优点 我们有很多很多角兽 你知道 我们身体里可能有 有几百个角兽 这几个角兽里啊 就很多敏感的角兽 这些角兽里 有十八成地狱 那些角兽有很 十八成地狱 所有的 受过那些刑罚的角兽 都在我们里边 出现 出约他就出现 所有不好的角兽 都来自于我们记忆里边 对那些角兽的恐惧 或者是来自于 甚至 甚至我 他去受刑 我在旁边看 我把他想像是什么样的 他 比如我看电影 说那个人被打 然后我们感觉 他是怎么痛的 多难受 我们把他记忆 储存在我们的记忆里 你甚至没有 没有 当你 有一天你碰撞到一些 外约的时候 你那些角兽都踢出来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 就是无我的 我们给大家是一提 你会把他的角兽踢到你 你会体验的 所以我们身体就是个能量堆 和反应堆 当你看处缘 你认为看到爸爸妈妈 然后认为他们应该是什么的时候 或者他们出现了 而反而没做到你应该那个样子的时候 这叫缘就来了 处缘 你的认知有定义了 好 角兽出现 角兽就出现了 这个角兽是英国里边的 不知是你哪一道地狱里边的角兽 你痛得越 可能痛得很厉害的 那就是无界地狱 如果稍微好一点的往上提了提 就是看你 看你这个苦的轻重呢 那你下地狱就是生气 他为什么要让你下地狱呢 你有地狱的角兽 虽然你现在没下地狱 你有地狱的角兽 那个是什么 就这个世界的很多越触动你了 然后你把那个角兽提裂出来 如果你不对 假如说来了一对 假如这对父母 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我都觉得他是天家最好的父母 因为他生了 我就这一点就够了 我一点不要求他 他爱怎么就这 那爸爸假如说爱打麻将 爱去赌场 那去爱 爱偷爱撇谁 谁他了 那是他的生命 我又管不了他 是吧 妈妈又做了很多事 也是这个世界的坏人 没关系了 我就是这样的爸爸妈妈 是吧 我就生在了这样的家庭 没问题 你如果有佛的 你可以提醒妈 你能不能不去偷东西 他妈说不行 我就爱偷东西 他说你偷的时候小心点 人家可现在又接控录像的 你会提醒一下妈 是吧 漫衣抓住了 或者是判了死刑 或者是你怎么样了 下了地狱 你别忘了 念地藏啊菩萨 是不是 你要是或者诸医生 你走的时候 我可给你念佛 你可得听点啊 听我念那个佛话 不要记住啊 这就是当初 你不能要求他 怎么变成你要的 是不是 或者他就是从小 把你打你也得打 就打你的 是吧 就是说 我遇到这个约家 从小我不知道哪辈子 打人家了 这辈子遇到了人家 我做了人家孩子 从小打到大 是吧 我还得笑减 笑受他不笑还不行 不笑我就成了 不笑子了 你看妈打两下 你还 但是他从小你也带我 是吧 你不笑也不是 不笑也不行 你成了一个 是吧 你不笑人家说 你不笑子 你自己心里又觉得不笑 你笑受吧 就是真不想笑受 那是从人是吧 有时候 但这个时候怎么做 那佛都直接做了 最佳人 那就是学佛的见地了 是吧 一切皆空啊 或者是有些 或者是因果啊 你会相信 为什么父母会每天打 为什么我会 就算这个父母很坏 他就是个念带狂 为什么我就是在他手下 做了他 偏偏掉到他手下 让他念带啊 有些时候真不是偶然的 你推一腿 算一算 也许真是说不清楚 就两个人就碰了 然后你就做了他的孩子 就是恩恩怨怨 你打过他 可能他也打过你 或者是 就算我们上辈子 不是一个坏人 我看过很多人 就像纳粹啊 希特勒啊 或者是那些日本那些 拿活着做实验 或者如果这辈子遇到了 如果上辈子 你拿他做过实验呢 上辈子 你在你是国民党的共产党 你把他哭血了 是吧 这辈子 你说遇到怎么办呢 他还不把你哭血了 是吧 他就算心理上不哭血 他心理上你也得 是吧 上辈子 上辈子你把我掉在那儿 你也得我 一直为我说不说 那是为了 那个是为了正义 有的 各个为其主嘛 那个也不能说你是坏人 是吧 你看那个 那位是扎着蹲啊 给蒋姐手指上 钉那个竹签啊什么 你说如果蒋姐这辈子遇到了那个人呢 假如这辈子蒋姐投胎了 给他钉竹签那个人也坐在他旁边 你说这两个缘分 他会不会每天把他心里边扎个刺啊 也许他一说话 他心里边就觉得有个刺砸进去了 是吧 他当年是扎他手指头 他心疼吗 十指连心吗 这辈子他不可能那样报复了吗 我不是说江姐会那样报复 他是有原因的 他可能不会那样 他也把他抓起来砸个刺 可能性不大 他可能是 他一说话 不管说情说重 恰好就刺到他了 然后他就心里边就像一个刺砸进去了 好 这就报复 你是不知道的 偶偶越远这些东西 真的是因果就是太复杂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内心齐列出那些角色 你有那种被刺砸的角色 你那个角色在你身上是因缘 你能否则你是不会感觉的 处缘嘛 你保持不动嘛 修行 绝而不动 其实就是缘分 我就是相信里边有些东西是因果 首先我们从内心要解脱的是 称恨个抱怨 不管任何事都是有因缘的 你称恨个抱怨 其实最伤害 最消耗能量 我们的心里 称恨抱怨嫉妒 其实是最消耗一个人的能量 女孩子这个多一点 女孩子弱嘛 弱者他说不出来 他就抱怨 因为他表面上 他不好意思去说你嘛 骂你嘛 你伤了他或者什么 他不好意思当面说 然后是悄悄的背后 嘀咕几句就抱怨你了 其实他也是压抑 说不出来抱怨 但是其实这个是 长时间的抱怨 越恨 表面上不好意思说 底下抱怨 就是伤能量 伤心 抱怨啊 称赫或者是嫉妒 嫉妒是更麻烦 人家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你嫉妒他 但是你那边自己受内伤 受伤 因为女孩子能把这些东西 写解脱了 其实我们已经很快乐了 这个女孩子很快乐了 这个抱怨就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别人怎么对你 他会生活得很开心 因为嫉妒一般发生在情感上多一点 抱二奶了 三奶这么一件事情的 就是嫉妒嘛 大奶就会嫉妒嘛 二奶就会嫉妒嘛 然后就受伤了 我不是说男的抱二奶什么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就是 但是你不能保证 这天下的男人都是好男人 但是你能保证你自己不记得 正好 所有的修行人 在遇到每一件事情上的时候 一定把他回归到修行上 幸亏我这辈子遇到这件事了 好 把他回归到我的修行上 不管在亲戚友情爱情上 你遇到了 遇到了受伤害的东西 马上把他回归到空心 修行 抓住机会解脱 所以坐在山洞没事 就没有 其实有时候都没有 用那么强力的解脱机会 这是强力交来 强力的 就是碰撞解脱 那这要么就下去了 要么就上去了 这一生能遇到一个好的父母 随便全是善缘 甚至我们一生下来 能遇到一个好的家庭 修得父母 不是说 有的佛投胎要去考察 没有父母可投嘛 父母不修 没有圆满的得 父母不修得 没办法投胎 因为他的德不够 你下来就像个 就像个 如果一个 平的街 又的菩萨 又往下投胎 他的德不够 他会把它碎裂 就是他马上就死掉了 他承受不了 功德太大 他承受不了 所以很多 说有一个好的父母 有些 真的需要很多事我们里击三月 这也是三月全手 父母也对你好 孩子也能孝顺你 朋友也都是好朋友 所以看见一看你就笑 一辈生就是坏人 一看见你变好人 这真的是三月全手 但是这个要求我们很高 你必须还住在某一个位置上 你要与佛爷看时间 你都坐在那 是吧 大家对你就缺好 缺别成好人 他在外边 他多坏 一看见你 我要不做一次好人 就变成好人了 就这样 你不要伤心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 还没什么 真的我们还活着 还能休息 还能解脱 这就像我 我有一次 哪个时讯过来跟我说 他妈妈就是从小打他 从小亲生女儿 从小打 而且打的时候很厉害 打的时候就是 看到啥就扔到头上去了 就是随时拿起东西 每天打得头破血流 而且不因为什么 他看见 就他做啥呢 你突然插句话 说了一句话 小孩子多久 手上有啥拿啥 就不管啥 而且有时候拿那个 擀面杖或者什么 抽这个身上 都打得 骨头有时候都打碎的 就把脚啊 就是腿骨头都打 就打成那样子 这小孩 长大了 他有时候 他一直跟他妈 长大了以后 他出去上学 他就不回家了 不跟他妈妈扫发了 就恨嘛 他有些恨 后来他学佛了 学佛他试着去快人 试着去原谅他母亲 他一直不知道 他妈妈对很多人都很好 但就是对他不行 对所有的人出去 他妈妈是个好人 街坊邻居都说他很好 但就是打他的时候 下手很重 就是下手拿着什么 都能扔到身上去 然后他有一次 他就问他妈妈 就是妈妈其实 后来他已经有点 就是慢慢慢慢 把这个疙瘩解开 他都不再要求了 说打就打 因为年龄大了 他也有家了 他也 他妈也不打他了 打不对了 然后他就回去问 说你小时候 为什么那么恨我 你打我打成那样子 为什么往死里打呢 是吧 然后他妈一回头说 你不好好活着吗 打死你了 我是狠 我打死你了 不就打你半斤吗 他吓得转了半斤 没说话 说是啊 没打死你 人家他妈意思说 我当时那么大力气 我要真打你 我就打死你了 我没打死你 还是手下留情 他妈就这种态度 人家真这样认为 说是你那么弱小 他从小瘦弱吗 你想每天 打死我了 他能不瘦吗 你吧 他妈说 意思说你是承受不住 我那俩那不算重 只是你自己做 我又没打死你 不能算虐待 他跟我来说 他已经释然了 被我们俩大笑 所以说是啊 你看看留着你能 留着你能今天学佛 而且从这件事 已经完全不是一件事了 他对他妈妈 现在也蛮好的 他妈仍然是那样子 对他仍然说话 毫不留情 他妈是个好人 我追了好几次 也是个好人 就是打他 看到我问完 老师 你要不给我看看 我啥姻缘 我是不是欠答的 他妈就是打他 就是奇怪 因为他如果是一定要说的是 他素质不好 而且他身上 他身上有点气 是血的 他妈特症 你知道吗 从小一看他那个气 就不受到高 他是认为他 我怎么能生下这种女儿 我就觉得这个家伙是个坏家伙 来拜我名胜了 我这么好 身上他这么坏了 他好 他看 他不是不喜欢这个女儿 他是觉得这个女儿身上有点东西 好像不对劲 他在打那个东西 他身上有点东西 他觉得 他觉得 这家伙怎么这么坏呢 其实那女儿啥也没做 但是有时候坐那就露出来 可能头上一个脚 他妈就发现 怎么能找脚呢 哐就上去了 就那样 但是我们不知道 当然你可别 不是我是居然 居然的例子 就是 我们还活着 就是这样 每个人去恨你 或者是媳妇 他其实不喜欢你身上的母点东西 他不是不喜欢你 他说你身上可能有些东西 他真不喜欢 那些东西 也许是他的制作 也许是我们真的不好 我们有些东西是真的 让他感觉到不满意的 但是他看到我们不满意 还是他自己不愿意 这个怎么说也对 我们还是完善自己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